你不想和你们多废口舌 你们也不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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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把他们 先管到牢里去吧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动他们一根好毛 是老大 把他们都关进牢里 是 走 走 快点 走 走 快走 走不好 快点 快 快点快点 快 快点快点 快走 老实点你们 算你们几个狗命好 碰上我们老大大发慈悲 你们几个好好在里边待着吧 要是敢耍什么鬼心眼 我猫爷爷让你们吃不了 兜着走 尤其是你小子 敢得罪我们二爷 我告诉你 有你好果子吃 你就等着吧 来 猫爷 猫爷 你们两个 给我好好看着 要是敢出什么幺蛾子 小心你们的皮 是 看你啊 看上这种烂事 真倒霉 要咱们喝酒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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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门 我就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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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阳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酒也没喝多少 怎么就醉了呢 是啊 锁没动啊 人也没跑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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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没人来过呀 难道是 去吧 去吧 出去吧 吃吧 去吧 去吧 吃吧 我来说 去吧 去吧 好 来吧 来吧 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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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鞭子跑了 快 上 快撤 来 蔡连长 你怎么样 蹭破点儿皮 韩伯师救出来了吗 这韩伯师就在眼前了 咱们怎么不救了再走啊 现在的形势 不允许我们救人 如果敌人知道 他是我们要救的目标 那他就危险了 即使我们把他救出来 也没有失足的把握 安全地把他带回去 所以我们现在 唯一的方法就是撤离 走 真没想到 他们还有接应 让这军工党跑了 阿吉娜 依你看 这些人潜入我们万家庄 所为何事啊 那还用说呀 他们就是不甘心 想再躲回万家庄 先派几个人进来查查底 探探居使 以工党现在的实力 那是瞎子点灯 白费腊 他们要是真敢来 我们依靠万家庄的地力 来多少我吃多少 这联盟大会召开在即 你一定要加强戒备 不要出任何的差错 义父 你放心 弟兄们再尽心准备着 这回呀 咱们一定要显出 咱们万金战的气费了 让你老人家 风风光光地当上你的总司令 什么司令不司令的 那都出虚名 重要的是 咱们叶州道上的弟兄们 要团结一心对抗共党 要不然的话 等共党打下了江山 那就没有咱们的 没有咱们的 卑族之地了 你放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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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第一次营救韩露心的行动失败 想潜入万家庄 南上加南 风凉山经过一番调查得知 叶州土匪数量众多 鱼龙混杂 他决定让尖刀队假扮一路土匪 利用明日土匪结盟的机会混入万家庄 找到最稳妥的时机救出韩露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以来保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 这里面了 鱼区子 里面了 鱼区子 警局 区大区子 你会固定的项目 他要在鱼区子 在做格局 你在干温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劳您大驾亲自相迎 我花满天 怎么担待得起啊 我说怎么今儿一早上起来 红光满面的 原来是花叶家道 早就听说花叶是风华绝代 今儿个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哪 幸亏 幸亏 想不到今儿爷不但本事大 模样聚 这嘴皮子还油滑得很哪 叫花某好生喜欢 相见恨晚 不知道今儿爷有没有兴致 与花某好好沟通沟通的 花叶 您太客气了 这样 花叶旅途劳累 您辛苦 弟兄们呢 给您备下来好酒好茶 待会儿啊 进去好好享用 这样 兄弟啊 待会儿还得接待其他人 就叔叔都没了 走 走啊 兄弟们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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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呢 怎么选了这么个鬼地方 这一路翻山越岭啊 老子屁股淡的个子生疼 这就是完老大的窝 真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真不怎么样 真是不怎么样 是 真是不怎么样 这么大的伙计 这是吃了败账了 还是受了什么委屈了 要不要我今儿想替你排解排解 你说什么 你给我排解排解 少来这套 这万金寨今天整的这景 场面挺大呀 下着也不小 不过不像那么回事 这心里边堵得慌不自在 马爷 您不自在干吗来呀 你后边带了这么多人吗 这要是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来砸场子的呢 老子就是人多 想带多少就带多少 你管得着吗 我告诉你 老子当年跟你们万老大 打江山的时候 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 你别一老卖老 在叶州的地面上 让我今儿想怕的人 还没有出生呢 两位爷 两位爷 都是自家兄弟 千万别伤了和解 马爷 你忘了老大的吩咐 以大局为重 马爷 马爷 您大人大量 都说您跟我们家万老大 那是叶州双雄 那是过了命的交情 您就大人大量 这点小事算什么呢 随我山毛兄弟进去喝茶 万老大在里边等着呢 你请 你小子还挺会说话呀 真不知天高地厚 请 那的 小人 睦睦 举好了 头儿 咱们为啥要叫弥勒岗 这名字多拗口啊 记住了啊 叫我搭当家的 大家都记住了啊 千万不要露出破绽 等一下 到了万家庄 如果露出破绽 我们那就是羊入虎口 死无造成之地了 知道吗 是 一定注意 胖猴 我告诉你啊 这弥勒岗啊 不是我瞎编的 我昨天晚上查了很多资料 确实有个地方叫弥勒岗 离这个白夜城不远 是一小谷土匪 在那把守着 后来被我们的部队啊 给剿灭了 我们现在是借有人家的名号 万一露出什么破绽 这万老大也不会怀疑 知道吧 原来如此啊 桃儿 还是你办事周到 你叫什么 大当家 快走 阿姨 阿姨 来了一支大部队啊 弥勒岗众兄弟 敬万老大天威 特来碰瑶 敢问这位良柱 如果什么就能不能被我们的 你怎么会说 贪图 还不得了 我现在的 在两个人 不得了 那我看 那我们被骑的 我们在天下 我们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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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你 住手 我输了 我认输了 这位兄弟 这位姑娘 我今儿想 服了 金儿爷 真是太客气了 金儿爷 我看要不是你有伤在先 我们小河哪能抢了你的先手啊 要我看 这一局应该算是平局 不 愿赌服输 是这位姑娘赢了 二爷 您真是宽宏大量啊 其实 我们之前 对你有口舌上的叨扰 要不这样吧 让小河给你赔个不是道个歉 好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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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大哥 这位小河姑娘 这么好的身手跟枪法 她为何要女扮男装呢 不用 我跟头发生了 有什么事 你真是像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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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位姑娘 哪 见这么有性格 这么好身手的 够味 别 我这样的女人 急了可是要吃人的 你可招惹不起 这么好的性格 我就喜欢这样的女人 对了 王大哥 你瞧我怠慢的 这样 你们一路劳队 还是赶紧回庄里休息 好 那就有麻烦了 不客气 不客气 来 兄弟们 走吧 王大哥 这边 好 行 什么情况 这 这怎么叫哥叫得这么近呢 行了 至少别把咱们拦在外面要抢吧 走一步看一步吧 走了 走 王大哥 请 好 王大哥 这两天呢 庄里来的弟兄多 这个地方呢 有点紧张 就请弟兄们在这儿取救一下 不会 不会 对 我们都是刀尖跑马的人 没那么金贵 这儿已经很好了 谢谢二爷啊 谢谢 哪里哪里 这样 王大哥 兄弟呢 庄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 那就先告辞了 我们打扰你这么半天了 你可是大忙人啊 那你就请自便吧 告辞 不诉 不诉 王大哥 好 现在呢 庄里的人多眼杂 这个各路人马呢 难免心怀鬼胎 要是没什么事啊 就不要随便走动 以免惹出什么事端 家爷 这难道来拜佛的人 还有心不成呢 这个俗话说得好 树打招风马 这个玉帝老儿 他不得忌惮点孙红吗 再说了 现在来的人里边 也难免有些人会心怀鬼胎 这样 王大哥 明日啊 结盟大会结束之前 我们都要小心点 好的 好的 金二爷 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您放心 我们肯定老老实实地待着 绝不给金二爷您 还有万老大惹麻烦 好 那就好 那 王大哥 告辞了 不诉 不诉 小何姑娘 告辞了 答案 告辞了 王大哥 不诉 不诉啊 王晓禾 王晓禾 你才等着做我的压斩夫人呀 二爷 二爷 郭老板和九姑娘来了 哦 总算来了 哪儿呢 在天威堂 跟老大谈着呢 走 看看去 没有人盯着 说明我们的身份没有被怀疑 那就还好 咱们有惊无险呢 那还不是因为我 要不然咱们连大门都进不来 要我说啊 你那个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我刚才真为你捏把汗 你说你非要和金二翔比试 你赢了不是 输了也不是 要不是那莫名其妙的一巴掌 我看咱们全得搭进去 反正结果是好的就行 不管怎么说呀 我们现在是过了第一关 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救出韩露心 阿金哪 你来得正好 见过郭老板 郭老板 您来了 金爷 别来无恙 听说你们万金寨 攻打下了万家庄 郭某准备了一点小小的贺礼 为了寨子里的弟兄们 不称敬意啊 郭老板真不愧是做大生意的 出手就是个豪爽 小意思 不称敬意 郭老板 要不是你最近给弟兄们贴补军饷 提供情报啊 我们万金寨的生日 怎么会壮大的这么快 这攻下万家庄 郭老板是功不可没呀 万老大和金爷德才兼备 如今你们得天下 那是众望所归呀 明日众人就要拜万老大为盟主 那我跟万金寨的约定 也算有个交代了 能得到郭老板的贵人相助 那是我万某的福分哪 我这儿替寨里的弟兄们 谢郭老板 不敢当 不敢当 好 郭某已经兑现了承诺 那么接下来就请万老大 兑现咱们之前的约定 早点带着你的诸位弟兄 攻打白夜城吧 可是 可是我们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军火呀 梁山 我一直有个疑问 就算韩露鑫是个优秀的地质学家 也用不着我们尖刀队亲自出马呀 我们这么大费周章地找他 他身上到底藏着什么重要的情报 其实啊 韩露鑫最有价值的 不仅仅是他本人 更重要的是 他身上的勘探图 勘探图 现在我们虽然人多势众 但是比起共军的装备 还差了一大截啊 如果没有充足的武器弹药 我不会贸然进攻白夜城的 黄老大 想必你也知道土龙堡吧 土龙堡 日本侵华旗舰 日军的军部 在万家庄附近的大山里面 有一个军火库 道上的人呢 管这批军火 叫土龙堡 里面藏了很多的军火和武器 里面不但有大量的武器装备 而且还有强大的化学武器 日本战败以后 这批军火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运走 就地掩藏了 只不过由于掩藏得十分隐蔽 万家庄有群山环抱容易使人迷失 所以至今无人能够发现 就在前几天 韩露心在这座矿城的考察 无意当中发现了他 把他标记在了这张勘探图上 准备送程总播啊 不过碰巧了 郭某知道他的下落 要是有了这些装备 那我们还不把共军打到落花流水 彻底地赶出野招啊 没错 如果有了土龙堡的武器装备 那一定会让山寨的弟兄们 脱胎换骨 这土龙堡非同小可 落到国民党和土匪手里 那都是巨大的麻烦啊 所以手掌才亲自 让我们尖刀队来获送他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来晚了一步 难道说 这些土匪想要那批军火 所以才绑走韩露心 这不可能 韩露心的事 只有少数的几个人知道 土匪绑了他 俘虏他那是巧合 不管怎么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人救出来 免得夜长梦多啊 好 你跟小和 先去侦查一下 监狱的守备情况 好 沐沐 古德 你们两个人去寻找退路 在路上提前买好炸弹 负责我们的安全 好 老江 你守在这里 好 我呢 去庄里探点虚实 天黑以前 我们大家在这几个 好 郭老板 万老大就是那个脾气 别往心里去 往后常来 不会的 我们的妙小嘛 郭老板说笑了 您不是刚才 跟老大谈好了吗 咱们以后合作的机会 还多着呢 但愿如此吧 告辞了 好 郭老板 慢走啊 好 我留步 来 奇怪 这个人的背影怎么这么熟悉 风凉山不值得 他的死敌唐英杰 已经从海南来到叶州 正以商人的身份 笼络土匪 伺机反攻 唐长官 这个万老大这么不识抬举 我们党国 真的有必要争取这样的人吗 向往唐英杰 是胡落平洋被卷欺啊 我们叶州的残部是什么情况 你还不清楚 如果我再不笼络这些土匪 那我就真成了冠杆司令了 叶家万军寨的势力正胜 如果我真能把这些各路土匪 拧成一股石 即便是拿不下叶州 那对共军的部署也会有影响的 对于咱们的反攻大有好处 可是这个万老大 好像对我们党国很有成见 恐怕他不会听我们的指挥 所以我说先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对我们就利用军火这个鞭子 来抽打他们 只要他们跟共军开战 至于他们听谁的 我不在乎 这么说 如果想搬动万老大 就必须找到日军的秘密军火库 可是我们现在信息已经中断了 而且我们对军火库的情报知道太少 每一段 只要我们能找到寒露星和看探图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嗯 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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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我随时欢迎 倘若他想利用我们 搞党派内战 我可不趟这潭浑水 对 义父 咱不管他什么来头 只要是我们目标一致 什么话都好说 更加挂 现在是他求咱们 这个郭老板 你得多留几个心眼 明白 义父 你说他们真能找来这个 叫什么吐龙堡的吗 原来我以为吐龙堡 只是个传说 可现在看起来 确有其事 与其让他们来找 让我们受制于人 不如 我们自己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